Hello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弹这一首科目三的想某人 其实这首歌的和弦是大家可能平时都听过的一串和弦 叫做15634125 那开头我先给零基础的同学讲一讲这些和弦怎么弹 有基础可以跳过 第一个一级和弦,右手弹Do Mi So,左手弹Do 然后二级和弦,右手弹Rai Fa La,左手弹Rai 下面三级和弦,右手是Mi So Si,左手弹Mi 好,四级,右手Fa La Do,左手弹F 五级和弦,右手So Si Right,左手弹So 最后六级和弦,右手La Do Mi,左手弹La 好,那先教大家一个简单版的零基础的同学 你可以先从它开始尝试 就是每一个和弦我们只敲两下 一级和弦,一,二,敲两下 然后五级,一,二,六级 然后三级,一,二,四级 一级,二级,五级 都是瞧两下啊 那我们把它连起来就可以弹唱了 很像某人 我最思念的某人 我最想见的某人 其实我并不放任 我迷恋你的眼神 和你给我的笑笑无尊 认真的谈去一路疯传 很像某人 我最心爱的某人 我最牵挂的某人 等待着你的转身 我满温猫与哭远 去的全世界玩笑着人 一起看最美好的清晨 和我人 最后这一句我们给它加一个一级和弦 停下来 那就可以结束了 那如果说有的同学喜欢这个DJ版的那种 很跳跃的感觉 其实我们的钢琴也可以去弹得跳跃一些啊 这个方法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同学 每一个和弦我们拆分成几个动作啊 首先是 齐 然后右手 左手 齐代表一起啊 齐 右 左 然后 右手 右 左 把它们连起来 每个都一样 五级也是 齐 右 左 右 右 左 六级 一起弹 右 左 右手 右 左 好 每一个和弦都这样套用 把它弹熟练之后就可以弹出跳跃的感觉了 那后面的这种弹法呢 适合有一定节奏基础的同学 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深入的学习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来给我们私信和留言 今天的教学先到这里 大家拜拜